探索发现频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也拉来了巨额赞助 那好 他就提出了一个天价 但是探索发现频道觉得 你这价提高了 最后双方没谈成 就这么的 为而与美国探索发现频道合作历史五年 制作节目75集 时长超过3000小时 它的足迹变付全球16个国家 中复超过15座险峻山脉 13个无人荒岛 穿越7个巨额沙漠 它们发的原始军力 小战略个冰寒景点 年轻小伙费尔的荒野求生技能 究竟由何而来 那么说到这儿 有的朋友就奇怪了 说像贝尔这样的人主持人 主持人行当里还有这么厉害的 跟大伙说实话 他不是主持人出身 他是特种兵出身 真的那种自制腔圆的 经过电视节目训练的主持人 恐怕不会有这种荒野求生的技能 这个贝尔并不是美国人 他是英国人 他很小的时候 体格就很壮 后来到大了以后呢 身体素质很好喜爱运动 家里人就琢磨你啊 干脆也颠颠输了 就做特种兵嘛 他训练过程当中也玩命 什么都敢尝试 在部队里是出了名的大胆 后来在1996年出事了 在高空跳伞的时候 往下跳 他这个伞出故障了 要别人出故障了 可能迅速把这伞割掉 然后启动备用伞 可他呢 胆子大还自信 他认为那这伞不有故障吗 我往下降落的 我有时间把这个伞修理好 可哪想到 这么迅速的降落 哪等他呀 他最长两倍的肚子往地上掉 幸亏背包先着地 最后这个脊椎症 摧坏了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 小明星不保 到医院一手术 命才保住了 在床上躺了大半年 整整修了一年多 没招呢 从部队退役了 可是退役是退役 他激起了强烈的探险女娲 冒险生涯 第一件最出名的事 是什么呢 就是在1998年 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中马拉马峰 八千八百四个磅 那么 为什么说这是记录呢 他登上中马拉马峰的人 那么多 怎么踩着记录 他是登上中马拉马峰 最年轻的 而且是活着回来的英国人 也就是说以前呢 登上中马拉马峰 有很多英国人 都没他年轻 等登上那比他年轻的 死到山顶上来 活着回来 他是最年轻的 活着回来的英国人 这是他创的第一个记录 由此就跟打开了一个水龙头一样 他自己拿着橡皮艇 居然就赶横跨 北大西洋 包括北地洋的一部分 橡皮艇上还有那冰箱 随时要破冰往前走 完成了 最了不起的是2005年 他干了件事 谁没想到 叫高空就塞 高空宴会 他坐热气球 上去了 飞到离地面的 24500英尺的地方 听说了 这热气球下边呢 有一个餐桌 餐桌上摆着三盘菜 摆着红酒 当然都固定好去了 他从热气球上 落到餐桌附近 然后把这三段菜都吃完 把红酒倒上 提起杯来 把这酒喝进去 然后 背出江湖伞 从两万多英尺的高空降落 这是体积为止 人类高空宴会的记录 那他是怎么走进电视界的呢 这个贝尔在2005年 就见了一件事 他领着一帮英国小青年啊 说冒险 愿意跟我去吗 愿意 到哪呢 到撒哈拉撒沫 他当时就玩了个真人秀 怎么个真人秀 就是大家在这里边 一点一点努力的 努力去练 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 在大自然里 怎么求得生存 结果把这过程拍下来了 拿回去 在英国电视台一播 哎呦 那个收视率老高了 最后美国探索发行频道呢 把这个版权买过去 一热播 看这小伙子真了不起 这个时候探索发行频道决定 我索性把你人也挖过来 就这么2006年开始 这儿给探索发行频道 开始做这档花园抽成 我现在在决定的决定 我现在在决定的决定 在决定的决定 我会在决定 在决定上的决定 上的决定 这决定 没有决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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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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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